注意看前方就是南昌最荒联的地铁站了 有多荒联呢 我皇室一周吧 这边又有一个出站口 后面就是新建不久的地铁员工及机房 在这边是第三个出站口 这边是第四个出站口 在这边的不远处全部是一些新建的楼庞 跟一些在建的工地 我猜在前几年这一大片应该都是荒山野岭来的 也正是因为通了这个地铁站之后 就稍微建了几个楼庞 那为什么要把地铁建在这么荒联的地方呢 在以前这里并不是南昌重点发展的区域 后来就在前几年吧 南昌就提出建设九龙湖新城 是的 这一带是属于南昌的九龙湖新城的 不过这里并不是属于九龙湖新城的中心区域吧 即使是中心区域 南昌人也称它为鬼城 在当时也的确如此 但是随着这几年的发展 就多了很多新建的楼盘吧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附近新建的楼盘 也重启让这个新城多了几分人气吧 但是话又说回来 一个新城的地铁站为什么会这么荒联 我觉得这里可能是新城的边界处吧 目前的荒联并不代表以后荒联 因为这个地铁建设并不是随便建的 而是经过多方面的考虑 以及未来的发展 俗话说要变富先修路 如今地铁通到这里了 荒联是暂时的 在未来这一带肯定会变得很繁华 很多高楼大厦 我去过很多城市旅游 我发现有不少的城市 都有类似的地铁站 现在我就带大家进去地铁站里面看一下 从前方那个出站口进去 因为其他三个都没有开通 走到这里我意外发现后面的住宅楼的入住率太低太低了 看到没有 也只有那么零零散散几乎人家吧 这个线线就反映出来了一个问题 楼旁是建了 但是人气 什么时候才能弯起来呢 这也是一个未急速啊 也难怪南昌人称这里为鬼城了 好了现在带大家下去地铁站看一下 刚才我在门口待了几分钟 没有看到任何一位乘客进站出站 而且现在的时间是傍晚六点多 双市正极下半高峰期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站厅太冷清了 现在列车进站了 我看了一下车线内也是空无一人了 而且可以看到站台也只有我一个人在后车 很难显现在平时不是工作役的时候 有多荒联了 进去车线里面看一下 看到没有只有一个人 好了 这就是南昌最荒联的地铁站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何感受 有什么显缩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拍的视频 麻烦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个新评再见 拜拜